今天是7月28号 现在是下午的开盘时间 我们来看一下指数出现的一个低开高度的左思 A股是全线大涨 今天可以说是中特估全线爆发 银行证券 保险这些大金融板块全线异动 甚至包括一些低估值的 北九也出现异动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A股迎来了一个暴涨 接下来怎么走 刚才中午的时候有人问我说 A股是不是流逝来了 为什么这么问呢 因为今天暴涨以后 A股强势突破了60天均降线 万量突破了60天线 那么接下来目标在哪里 还有就是这些暴涨的大群众板块 还能不能持续 接下来怎么看 如果大家对大线盘面热点把握不住 看不懂仔细听 其实从今天这个K线你可以发现 A股确实是很强 一根大阳线直接爆发 突破了60天均降线 我强调过很多次60天均降线 压力是比较大的 但是他今天是强势的放量突破了 为什么会突破 其实就是中特股的爆发 那么大家知道为什么中特股会爆发吗 接下来怎么看 还有就是从分市图来看 今天是一个强势的什么周期全性进攻 我想告诉大家是 A股的这个位置目前来说 市场的做多的情绪已经激活了 我强调过很多次对不对 首先在低点这个位置 就是我们可以什么可以低息潜伏 另外一个就是60天压力费 60天压力附近 怎么要考虑什么减仓 如果他回踩后去突破的话 那么他的目标就奔着上方的压力去了 其实他就是一个什么回踩后的突破 但我想告诉大家今天为什么会突破 其实还是跟我们高层的动向有关 跟我们的高层动作有关 昨天大家也是一片暗号 那么为什么今天突然就起了 其实跟昨天 我们的国资委发布的一些信息有关 什么意思就是要做大做强 我们的什么 央企国企 其实说不来就是我们低估值中特估 开始又卷土重来了 那么从目前的盘面看 券商包括与之相关的一些低估值品种 都出现了一个暴涨 这个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主力资金少获的一个行情 还记得我在前几天跟大家说过 我说每一次券商出现放量 大拉伸的话 往往预示着一轮行情的什么 一轮行情的开始 那么我们可以逢低关注逢低博弈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好了 既然现在已经突破六成线 那么接下来目标在里 还记得把我在前几天跟大家说过 第一个目标是六成线 第二个目标是什么 是这个位置 对不对 这个各位压力附近 当时我跟大家说 他其实他上方的主要压力位附近 就在3350附近 当时跟大家说的很清楚 说的很明白 整个指数来看目前的一个行情 确实属于一个强压力 强压力 我们接下来该如何参与的 就是说这个位置到底该不该加仓 其实我觉得没必要纠结 没必要纠结 大家记住 如果你是当前的一个热点品种 核心品种的话 那里的票还是强势爆发的话 我觉得大家可以继续躺一会 那里的票是为后排跟风的对吧 人家前排涨停了 他后面就冲高一下 那我觉得大家可以什么 减仓或者出货 适当的来一个高低签 或者去弱留强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这么说大家是不是听懂了 好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强势品种 强势品种一个是券商 与之相关的银行证券保险 还有就是低位的低估值的一些 也出现一个异动 那么这些怎么理解 我们就大金融方向做一个解读 你看券商在这个位置 其实我强调过很多次 讲了很多次券商 这一次的券商确实是超预期的 我强调过很多次对吧 这个券商到前高附近 你怎么样 也考虑减仓考虑出货 今天是非常强劲的一个突破 到这里是超预期的上涨 那么为什么会超预期上涨呢 其实这里可能还会存在一些 我们不明 我们不知道一些确定消息 所以在今天周五的观点爆发 是不是周末会有重当的利好 这个还难以判断 那么从技术方面说 券商已经是什么 放量有突破的嫌疑 另外一个我告诉大家 如果你的票是后排跟风的 我觉得还是可以减仓的 如果你是前排的 没当我没说 前排的比如说人家是吧 这两天进的太平洋 进的首创了 然后进的信达 人家已经涨停的 还可以多看一线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从券商个股来看 大家如果仔细去听 这段时间我讲的一些票 你会发现今天大涨的票 或者说今天涨停的票 几乎 多跟我讲的一些票 会有很大的关系 不说别的 就是说我强调多次 要大家重视什么呢 什么 刺新券商 你看一下 信达是否重心是不是 所创是不是 所以信达号 今天来了一个涨停了 然后所创的话 今天来了一个反暴涨停 对吧 他那边都是属于刺新券商的一种 还有就是近 段时间这几天 券商板块出现明显 一动的时候 跟大家强调过多次的 总结过多次的 是吧 太平洋 我跟大家说的很清楚 他很有可能成为这一轮券商 反击的核心大龙头 说的很明白 盘中急跌急杀 你可以去博 可以去赌 赌对了 你就是大肠腿 你就是大肉 赌错了 那么他冲高回落 冲高回踩 也有机会给你逢高减仓 逢高出货 是不是这个是一定要注意的 因为这个是属于什么 我们说的低估值 就是低估值 但是可能很多人说 他低估值 他价格是很 他是吧 他的你看还是亏损的 其实现在炒的是什么低价 大家如果仔细看 现在很多涨停的票 几乎都是低价 这也就是为什么 太平洋这一轮 是什么 雀双板块带头的一个 重有云因之一 当然除了这个之外 我讲的一些其他的票 都是大家需要注意的 比如说 我一直强调大家需要注意的是什么 除了赤心 还有谁 中字头 大家看一下 中字头里面中心证券 今天是不是大涨了 而且差一点点就涨停了 其实像这种票的话 大家也是需要留意和跟踪的 对不对 如果你的低位潜伏的 你看这里拉到高位 其实我原则上告诉大家 前高附近是要考虑减仓的 起码在这个位置 你不能轻易的去追高 这是大家一定要注意的一个细节 而除了这个票之外 你看中国银河这种票 是不是中字头里面 它也是出现一个明显的冲高 而且又跨到了前期的高位附近 也就是我们说了前高附近 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办 也是要考虑防高减仓的 我看他一涨了 哎呀又到了前面高位来了 我直接又追又加仓 那么我告诉你 一旦你做错了 然后再次暂时站稿 你看暂时出现撒跌你怎么办 那你不就高位接盘了吗 对不对 这是大家一定要注意的 还有一个策略就是什么 券商板块目前确实是属于一个什么 强势爆发 那么我可以告诉你 你可以盯进无限 无日均价线 你比如说光大这种 盯紧的它的无均价线这附近 只要能够守得住无日均价线 我们可以继续躺 这个无均价线能够守得住 我们继续躺 守不住的 那么你可以选择落袋 选择减仓 这个都是可以的 这个就可以什么避免半途下车 或者说避免被洗盘掉 这是大家要注意的一个细节 而除了券商之外 银行板块也是非常的强势的 大家今天银行 也是出现一个明显的一个异动对吧 但是它的走势是跟风 我们说的券商 怎么理解 其实银行它也是属于低估值 还记得我前期跟大家讲 也是在低位的时候 我跟大家讲 我说银行到低位了 它是存在一定的超跌反弹的 其实它现在这段时间上涨 也是明显的跟随 券商的一个低估值反弹 总体来看 这个位置也不要轻易的去追高了 不要轻易的去顶了 银行还记得吧 在前面这个高位的时候 当时很多人去顶去追中国银行 去追中心银行 大家如果仔细看 那些追高中心银行的 追高中国银行的 现在是怎么样 都是亏损的 甚至是套的比较多的 所以大家不要看它一涨了又去追 从这一轮的银行板块走势来看 明显的它的特点是 小票银行涨幅好 纸巾蓝州这种小票涨的比较好 那我们接下来要注意了 目前的银行板块 接下来重心就是留意下 这些小票的走势 其实说白了 如果你实在忍不住 想要去参与银行板块的话 我觉得一定要留意这种核心 大头大哥 也就是说紫禁银行是 券商是银行板块 目前唯一的一个涨停票 如果你想参与银行的话 要不你就做低位没涨的一个潜伏 你要参与前排的话 就参与追割的话 那么我告诉你你就盯紧它 如果说在下个交易日有一个分歧点 或者说有一个急刹低点 刹到无均下线 你可以去驳可以驳对了 你很有可能 怎么吃到肉吃到大肉 为什么 因为它有一个优势 是不是它价格2块9 属于银行里面的一个小票 低价票对不对 就好比如说它感觉就像 什么就像券商里面的太平洋一样 大家觉得是不是 而且它的这个炒作思路 我估计应该是跟 太平洋一样的一个策略 一样的策略 所以大家在操作上面要注意 除了这个票之外 你看破坏了一些 整栋银行 南州银行 其实它这些 几乎都是属于小票银行 都是属于小票银行 对不对你看是不是 所以在操作上面 大家要注意近期的银行 以小票为重点 以小票为核心 好 除了银行之外 大家看与之相关的 比如说保险 也是非常强劲对吧 保险今天 也是属于一个什么 强势的一个爆发 保险及其他 还有包括期货这些方向 也出现一个爆发的状态 总之一句话 就是目前的这些方向 包括券商 保险还有包括期货 这些其他一些大金融方向 经过一个大幅度进攻后 今天一个棒的话 都已经逼近了前期的主要高位 主要高位 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大家要参与的话 要不你就盯紧了后排的一些不涨的 还没怎么涨的 要不你就盯紧了各板块的核心龙头 去做一个博弈 比如说保险或者期货这一块 目前表现最强是瑞达 对吧 瑞达的话这个是属于什么 是属于期货里面的一个核心龙头 好你看他前期出现一步放涨上涨 近期调整比较低位置比较低 这里出现一个放量的涨停 那么这个票很有可能成为什么 或期货里面的一个新龙头 或者除了什么银行证券之外的一个 新龙头也是有可能的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重点留意的是他 后排跟风的就不要去追了 如果你实在想参与的话 那么下一个交易日 下面交易日的一个分歧点 你可以去博 博对了你仍然可以吃肉 可以去什么 可以去做一个明显的 我们说的什么 潜伏低息是没有问题 总之一句话就是像这种票 你要什么 你要忍住手 不要追高 但是盘中有分歧点 还是可以博也可以跟踪的 从技术方面说中后孤里面大金融 今天是权限的一个暴涨 整体来看 属于一个什么权限爆发 但我又想给大家是吧 给大家提个醒 尤其是像券商板块 今天暴涨后 我就想问一下大家 可能会有其他的一些因素在里面 如果说周末没有出现利好的话 那么你想想他今天到了前高附近 到了前高附近 会不会在下周迎来一个什么 迎来一个低开呢 那还是有可能的 所以说如果你是后排跟风的 那么对吧 冲高的 我觉得大家事实上要注意一下 不要轻易的去顶 不要轻易的去追 前排的 此时封筑涨前码的还好 没有封筑的 那么一旦利好没有来的话 我觉得他很有可能 在下一个交易日出现一个低开的表现 这是大家需要注意的 也就是说这个位置 你不说 不说高位减仓 起码你不能在这个高位 这个高位去加仓 这是大家一定要注意的一个细节 好 这一期的视频 我们到这里就结束了